你看那個地方 這整個岩壁上面有什麼特徵啊? 洋蔥狀工化 對 你看它有一顆一顆好像洋蔥一樣 好像市場裡面買的洋蔥 一顆洋蔥掉在壁上面 然後這個 那當然也不見得很規則啊 你看這一個的話就有點 會有點那個 像三角色一樣 不過它都是一層一層的 一層一層的對不對 像洋蔥狀的剝落有沒有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洋蔥狀 這個的話外表上是洋蔥 像洋蔥一樣 所以叫洋蔥狀的風化 現在已經風化了 這一帶因為是風化的鹹母岩對不對 所以很容易崩塌 所以整個這一段的話呢 就是要靠 離這個稍微遠一點 因為水跟氧作用以後 原始變成崩解跟鬆散 鬆散 就變成這樣 這個過程叫風化 風化到最後的話就變成土了 這個就是比較堅硬的鹹母岩 有沒有 你看這個好像是一個洋蔥對不對 一個洋蔥 一環一環的一個洋蔥 其實它本來還沒有風化以前 本來就是這個整個的鹹母岩 鹹母岩是這種黑色的岩石 而且很堅硬 對沒問題很堅硬的 然後風化以後的話就變成了 現在風化的最後一步就變成土了 然後現在是中間產物了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稱它什麼 我們稱它是風化的花乾也可以 風化的鹹母岩也可以 或者是它是虛朽的鹹石 已經虛朽掉了 這個沒有虛朽 對 這個已經開始虛朽了 這個鹹母岩的話呢